圓件名稱我們這個地方是一個按鈕 那按鈕的話呢 會去連結到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名稱 特別是他有慣用的方法叫byde byde就連結 連結一個 當使用的click click這個事件有沒有 發生的時候呢 就會執行哪個方法 前面是事件名稱 後面是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就是去insert data 那這個已經寫好在哪裡呢 在下面 下面這邊有insert 一定要有 一個insert的方法名稱 對應到下面一定是有一個 Function 這個是一個方法 方法名稱後面加一個小瓜糊 後面加一個大瓜糊 大瓜糊裡面就做什麼事情 好那我們逐步來看 第一個 連結 那連結之前呢 先建立 資料庫 建立資料庫的動作基本上就剛剛所講的 那這個是一個方法 所以連結到底下 我這邊也有 寫了一個 db create的一個方法 那城市執行到這邊的時候他會先去執行這個方法去建立什麼建立資料庫 那裡面有哪些重點呢特別重要第一個 這個 open database 因為要建立嘛如果沒有這資料庫的話裡面的資料表就沒辦法建立 那去判斷一下這個db 如果不等於這個金他是不不等於怒 不等於怒我表示什麼裡面有資料的話 那我就去做一個translation translation的話 就是表示有這個這個不等於 空的表示說有資料庫存在 那有資料庫存在的話呢我做什麼事呢 就是做一個translation translation就是傳送一個seagull語言 去給資料庫 叫他幫我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就是去create 有沒有 table 有沒有 已經有 資料庫了 那請你再幫我資料庫裡面create table 這個table呢 後面這 這三個字很重要如果沒加的話 可能會產生錯誤 為什麼因為 create table 如果 if not exist 就是說他不存在的時候你再幫我create 如果他已經存在的話要不要create 不要create 所以這一行其實這三個字如果沒有 加的話 程式是可以run 但是第一次run是會成功 但是第二次run的話 就會失敗 特別注意喔 這個用法其實在 其他的語言都一樣 這個我在別的地方也是這樣用的 OK 所以呢我們就create了一個table 名稱叫什麼 table01 那裡面的話有幾個欄位呢 id一個欄位 它是一個integer integer 就是整數啦 而且是一個primarykey primarykey就是主key 主要的那個key 然後後面第二個欄位是user id 跟user 這個名稱其實我們可以改了改成地標 或是其他的 就是id 一個user 那 那